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大家好 我是略琴 我知道你们根本就不想听我说脱口秀 就想听点别的 那我先讲讲老板吧 脱口秀大会完了之后 我当时不是讲 我说感觉他暗恋我嘛 节目播出之后 我感觉他多多少少 就有点那个意思 我每天我就等着跟我表白 终于有一次 我拍了一个那个时尚杂志的大片 他就看着那些照片 他说略琴 你这照片可真好看 我都心动了 你要是真长这样就好了 我说你这什么意思 我说我减肥我就这样 但我就感觉他在暗示我 你知道吧 我说你这么吧 你就告我 我减肥完了我就长这样 你想咋的 他说你减下来之后 我就能挣更多的钱 前两天我手机屏幕碎了 都花了 我就举着我的那个手机 跟我老板说 你看我的手机屏幕 你能不能给我换一个 他说没问题 然后过了两天 给我换了一个手机壁纸 上面写着两个字 坚持 我说我给你挣这么多钱 你连个手机都不给我买 那心咋那么黑呢 他沉思了一下 把我领到了他的奔驰面前 说你看 是我的心黑 还是你烧的这个窟窿黑 我看了看他 我又看了看那个窟窿 我说老板 我好像不行了 我现在两眼一黑 有一个厂子里总要有一个人 讲这种嗑嗑 不只是我老板啊 我身边的人花钱都很有想法 我就有一个朋友叫樊姐 去年双十一的时候 买了一百米麻绳 老大一坨了就给人家放着 我说你买的干啥呀 他说我也不知道能干啥 但是打折 后来我们对着这一百米麻绳啊 开了三天会 做了八个PPT 最后樊姐决定 用它做一个土电话 你们知道啥土电话 两个人一人拿破纸杯 完了连起来 他说你看啊 我说我略行 咱俩呢住对面楼 你住十一楼 我住十八楼 有了土电话 我们俩沟通就方便多了 我说这个主意好是好 但这个绳怎么从十一楼 甩到十八楼呢 他说你没想到吧 我还买了个无人机 我说 我说太好了 凡姐 整了这个土电话 咱俩的手机 是没有用了吧 她说不行 还得用 因为没有手机 没法遥控无人机 现在这个快递员啊 总是把这个快递 放在我家楼下那超事 我懒得下去拿 我就问凡姐 你说怎么才能 系不下楼 又把快递拿上来呢 凡姐说你可问着了 咱有麻绳 我说呀 还是你有先见之明啊 你的快递 就是调上来的吗 她说啊那不是 我的快递是京东 快递小哥给送上来 太早了 前两天 我正好到了一个快递 凡姐抱着麻绳 就出去了 不一会儿回来了 我说咋的 她说你买的是个衣柜 好在我买的这个衣柜啊 包送包装 然后等这个 她给我送过来了 我说你装吧 她说安装费一百 我说不是包装吗 她说对啊包装 但不是免费包装 我说那你要这么做买卖 就不对了吧 你咋不说衣柜不要钱 那木板五百呢 她说没毛病 木板五百 你想不想把它变成一个衣柜 我说不用你装了 我自己装吧 装的过程中 我就体会到了 那个玩乐高的乐趣 装完之后 我都看不出来 我买的是啥 樊姐回来一看 呀 你买这猫八架的这么大呢 中秋节吧 我还买了点吃的油给我妈 就是过了好几天 我看她一直还放在那个快递点 我就给我妈打电话 我说你是不是把家搬到快递点了 你干我一声啊 我妈说没有 然后我就给那个快递员打电话 她说你要送到哪儿 我说送到铁岭 那那那 她说宇宙的镜头超出我配送范围了 我说大哥 你是不是感觉你自己挺幽默 她说不是 你家的地方太远太折腾了 你得加钱 我说那拉倒吧 我让我妈自己拿吧 我折腾不动你 我还折腾不动我妈嘛 然后我妈确实去了 过程呢也很顺利 唯一的问题就是 她回来之后 决定这辈子再也不过中秋节了 补淘了这么多我想说的是啥呢 就是我是一个非常懒的人 我人生最热爱的事情呢 就是在床上躺着 你们京东啊是热爱行动 我是热爱补动 当然就是因为有了热爱行动的你们 我的热爱才能被满足 谢谢大家 谢谢 谢谢 雪芹 刚刚最后这个宇宙的镜头不给送这个问题 老板要不回应一下呢 对 首先呢 铁领肯定在我们认为是个国际化大都市 国际化大都市 其次呢 应该我们 我印象中应该是2017年 我们应该可以做到 大陆地区所有曲线的全覆盖 2019年呢 应该是做到90%的区域 24小时达 所以说呢 就是从能力上肯定是没有问题的 当然铁领真的大城市 大城市 尤其我认为有了雪芹以后 真是特别棒 谢谢 宇宙级的大城市 对 这个刚才雪芹讲的这个手机 是我们最 卖的最好的这个3C家电类的产品 这个包括家具啊 服装啊 其实我们这都有 其实雪芹我想跟你讲 就是这个京东上有很多 你还能买到的 意想不到的东西 比如说 我举几个例子 比如说 假设说 你想去盘几 所以说 也是个大城市 也是个大城市 节目没少看呀 工作量还是不饱和 咱走 工作量太不饱和了 你可以买辆车 对 当然如果你去了盘景 一切的发展非常顺利 当然我指的是 发展到结婚的那一步 你还可以在京东上买个房 房子也可以 对 房子也可以买 当然了 我知道大家平时写稿子很累 你还可以在京东上买到 我们这个家庭医生的服务 对 京东又买 当然实在不行了 你可以在京东上买保险 我们保险也卖了 看见了吧 蛋总 咱的行业都傻样 好 那我们也感谢雪芹的表演 谢谢 谢谢 这个前面两个朋友 不约而同 都吐槽一下快递 那我们接下来 就要有请 来自我们京东的 能够真正解决问题的 快递